谢谢啊 你能给我吃吗 我可以亲你一口 你不愿意 吃吧 现在整个摊烧饼都给你吃完了 那 来吧 你就不怕我真的亲下去啊 我知道你不会的 其实我只要双手合并 就能看到在这个地点 所发生的未来 以后别轻易相信男人的话 你家人呢 我家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你不建议的话 不建议 我们现在就回 好 收摊吧 去上上给你买件衣服吧 这不是陈子韦吗 怎么过了这么多年 还这么费啊 还找了个乞丐女朋友 走 你说谁费呢 这是他给我定制的撰件 他送过你吗 还有 我这家cosplay 懂不懂啊 包子 神经病 土鞭土包子滚 比戒指这么贵 怎么还 当然是假的啦 要是真的 我能当乞丐吗 走啦 哒哒哒 还行吧 什么叫还行啊 不是挺好看的吗 你看 一般般了 站起来好好看 从明天开始 你就和我去买烧饼了 哇 这不过是那个 主纯三十八大的烧饼吧 对对对 嗯 这也太香了吧 真的假的 一个人去买了十个 一百块钱一个我也要 给我一个 我先来 哇 发达了 全卖出去了 赚了好多钱 那可不 我出满 肯定 今天辛苦了 这么快就有新婚了 小媳妇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接我们的大小姐回家 大小姐 我就想不明白了 放着剩益家产的未婚租 你会这样 偏要跟这穷小子吃苦受累 何必呢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的 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哎 算了算了 不回也可以 但是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 朋友们给你办的生日会 你总要给点面子吧 当然 你也可以带上你这个小男友 小姐 礼服准备好了 行 哎 麦子来了 这位是 他是我 男朋友 他是衣服 是给他货吧 就是 一看就是个便宜货 哎 好了 麦子人都到了 还不 拜拜 麦子先生 太乐 天哪 你一口气就闷完了 这可是英国罗曼尼康地产的特级庄园红葡萄酒 这国内就一瓶了 大湖一口闷了 一口闷了 没事没事 虽然说他这一口下去就喝了好几千 但他这种阶级的人 不知道很正确 喜欢啊 就多喝点 据我所知 罗曼尼康地庄园是法国的吧 而且 特级庄园的高端红酒 因为产量低 一般来说是不会单独出售的 我记得今年在国内的拍卖会 那瓶已经被神秘员买走了 那你这瓶 那咱在装编啊 肯定是被老板骗了 你怎么懂这些 当然是瞎编的啦 要是我真懂的话 我能去卖烧饼吗 小姐 我这个位官方 还挺有意思的 是吧 小薇文心 我们慢慢玩 你跟阿姨撞衫了耶 什么鬼啊 这么老了还穿着这么花里胡哨 在那里跳舞 对啊 这是老不正经 回去就把这裙子换了 别跳了 哎呀 我也是刘光红女孩 跳操怎么了 没听到人家怎么说你吗 老不正经的 就不能穿点正常衣服 干点正常事吗 你怎么说话的 我什么老不正经的 我养你这么大 这几十年 我一直都这么穿的 你爸爸 都喜欢 别提我爸 要不是喜欢你这种人 说不定他还能多活两年呢 小姐姐 你醒了 哎 美女 可以加个微信吗 你这小伙子 调戏老人家可不行啊 我刚刚明明 我发老环桶了 变年轻了有什么用 你也不在了 这是我父母年轻的照片 想不到还能长得这么像 既然这么有缘 不如交个朋友吧 好啊 阿姨 两个萝卜牛杂 现在的年轻啊 很少还做这种老店 你还挺会吃 我跟我老爸都吃了几十年了 没有 我跟你说 这个酱这比好吃 一定要这样子 嗯 我一吹你像全都蝴蝶 绵绵闪动了情节 啊 占到东西了 你还挺熟练的吧 那当然 我二十岁那年 可是是我画第一名 啊 啊 没 没什么 啊 没事吧 在家里一下而已 你有白头发的 反光吧 那 衣服也不好了 那我先走了 嗯 原来 一流水就会变老 孩子他爸 你说 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第二次机会啊 我有话想要跟你说 明天老地方 我等你 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是这样子弄的吧 喂 妈 浩雪出生货了 老冬 你都不能有水 病人现在急剧输血你 输我的 小伙子 路在等那姑娘啊 都这么多天了 他应该不会来 他会来的 对不起 我还是失约了 阿姨 这是谁给你的 他已经走了 还差一分钟啊 哎 麦子 最近班里来的 超像你的女生 哎 别走 哎 又知道了 哪个班的 叫什么 大二班 麦珊珊 好 快点去上课啊 天啊 真的一模一样 你就是那个 把我哥 你的神魂颠倒的麦子吧 陈珊珊 怎么跟你嫂子说的 哥 嫂子好 我是他妹妹 陈珊珊 没事 你的妹妹就是我的 哥 我刚来学校 什么都不懂 你带在人家吗 果然啊 妹妹就是哥哥 上辈子的小情人啊 宝贝 生日快乐 跟我身上这件 是情理款 这什么呀 哎呦 这是我送你嫂子的 生日礼物 那好吧 哎呀 嫂子 你干嘛呀 我只不过 摸了下你的衣服 你干嘛拿雪 帮我呀 没事吧 我没有 快去换吧 还好有哥哥在 这是我们的情侣装 你凭什么给他 还不是你把他弄湿啊 那你们自己过生日去吧 别生气别生气 你跟小孩自己要什么呢 那给你补个生日礼物 你别生气啦 毕竟她是我妹妹嘛 以后你就多让着点她 好不好 好看 哥哥 你看我今天穿这个裙子 好看吗 你穿什么的好看 要不是看在她 是你妹妹的份上 我找去 妈 我才不看你 我要看我儿媳妇 阿 杉杉 最近我家子维 没欺负你吧 阿姨你放心 哥哥很照顾我的 叫什么阿姨 什么时候该改口 叫妈了吧 妈 别这么说 哥哥他有女朋友的 我不管 在我心里 杉杉就是我从小到大认定的儿媳妇 哎呀妈 你别乱说 你不会以为我也姓陈 就是陈子维的亲妹妹吧 女朋友这个位置啊 是我暂时让给你的替代品 放开你的臭手 怎么了 哥哥我不过是看她耳环有点眼熟 想摸一下罢了 请 哦 我突然想起来了 她这个耳环好像是我这条项链的赠品啊 诶 赠品 是啊 本来这条项链是哥哥准备送你的生日礼物 不过呢 看我太喜欢就送给我啦 项链还给我 哥哥 我说还给我 麦子 就一条项链嘛 难得我妹妹喜欢 你要的话我再给你买一条 妹妹 这算哪门子妹妹 凭什么属于我的东西都要给她 小子对不起 你站一张 项链站下来 你闹够了没有 没看见我妹妹哭了吗 那你没看到我的妹妹哭了吗 她是谁 我是她一父一母的亲哥哥 哎呀 嫂子 你干嘛呀 你不会以为我也姓陈 就是陈九伟的亲妹妹吗 替代你 放开你的臭手 她这个耳环 好像是我条项链的 真是你 我说还给我 你闹过了没有 没看见我妹妹哭了吗 那你没看到我的妹妹哭了吗 她是谁 我是她一父一母的亲哥 哎 你们是两对情侣吧 这里有个情侣拍照大赛 第一名有丰厚奖励哦 一起报个名吧 哥哥 我们试试吧 还有报名表哦 我们报名 恭喜四位进入决赛 现在开始最后一组合照比拼 哥哥 三二一 好好好 再来照片 对啊 对啊 兄弟 你是不是越界了 先越界的不是你吗 这就受不了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好妹妹在我面前 自居是儿师傅的时候 我是什么感受 我 哥哥 借过 麦子 哎呦 哥哥 我怎么好晕啊 陈珊珊 你是不是跟你嫂子说了什么 从小到大我最疼你 没要求你做过什么 但我希望这一次 你能跟你嫂子道歉 别喝了 我先去买单 一会儿送你回家 麦子 放手 我知道错了 我是带珊珊过来道歉的 嫂子 对不起 这条项链我还你别来恶心我了 行吗 嫂子你听我说 我是要回杭州实习的 不会一直留在哥哥身边 之前那些行为 是我替哥哥试探你 是我太幼稚了 我跟你道歉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嫂子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的情绪 哥 你在这好好哄嫂子吧 我先走了 不想要这个项链的话 我以后给你买更好的 欠 学习汉 你要是还介意的话 我现在就把杉杉杉了 放心吧 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让你难过了 我都答应你不跟杉杉灵系了 你怎么还 行 那以后我也注意点 我去接个电话 乖 莫子 我要出国了 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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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哥哥 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因为嫂子还要创小号聊天 真烦人 哎呀乖啦 委屈你啦 小心 莫子小心 没事吧 没事吧 兄弟你是不是约见了 我现在就把杉杉杉杉了 我还给你 因为小子还要创小号聊天 莫子小心 没事吧 我先送你回去 嗯 我没什么事 你没受伤吧 哦 我皮色好肉厚的 你没事就好 哥 你怎么好久没理我啊 莫子你别误会 杉杉只是正好回来办点事 我没误会 我也想清楚了 你们认识那么久 感情肯定很深厚 我不该那样 要不改天我请妹妹吃个饭吧 好啊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杉杉多吃点 谢谢嫂子 以前是我太小气了 以后我们好好相处吧 这就对了嘛 我去买单 嗯 啊 你干什么 陈杉杉 你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这么好欺负吧 紫薇哥哥 你已经有两个小时没理我了 阿珊 麦子 我刚刚跟紫薇走后 发现她根本没事 这么重的东西砸下来 怎么可能不受伤 你干嘛什么都不说 接下来 该让他们付出代价了 你 哎 你 杉杉你干嘛 没事吧 紫薇 刚刚杉杉想要跟我拿回商链 我不给 她就 你别你了 胡说我根本就没有 哥哥 这么多年我哪次没有迁就你 我 可你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 挑拨我和麦子的关系 哥哥 那这绿杉 你看 绿杉的是你吧 陈杉杉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我 还不快滚 我接个电话 喂 麦子 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关系了 因为紫薇还得创小号聊天 至于吗 你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刚刚的对话很熟悉吗 因为小子还要创小号聊天 就不烦人 哎呀乖啊 委屈你了 陈紫薇 我们分手吧 没错 我不是要故意骗你 我只是不想联会 这次我真的和她断绝关系了 你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 最后一次 好啊 除非你能找到她 不要不要不要 如果早点了解 那帅心的你 我这晚一点 遇上承受的我 不过 我 走吧 你都怪我 不该沉默是沉默 该用感情软弱 如果不是我 来 吃块鱼 哎 此为海鲜过敏 你不知道吗 没事没事 吃一点没关系的 没想到你们俩还是这么了解对方啊 真的可惜 别说了 哎麦子你别多想啊 我们就是认识太久了 哦哎来吃东西了我们 嗯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拜拜 哎 此为我今天没有开车 你顺路顺我一程呗 行啊 走吧 哎麦子我家的路比较难走 我坐前面给此为指路 你不介意的 哦他家那边修路 哦 没事 自为帮我系下安全带 你手腕又使不上镜了 真服了你 你们干嘛 朋友也不带这样吧 啊 我手腕老毛病了 之前也是一直让他帮我 不好意思啊 我习惯了 哎 身心还是放老地方吧 刚才看你手脏了 插一下吧 这个 你湿纸巾怎么放这里啊 哦 洗浴缸放那里啊 原来这个习惯是因为它 你怎么 没什么 我不舒服先走了 啊 我肚子好痛 没事吧 又胃疼了是不是 你等我 我去买药 他还说了以前一样 只要我一生病 就会去给我买药 哎呀 你不会不知道 我是他前女友吧 要来了 你们聊什么呢 聊什么 聊你们的甜蜜往事啊 哎 喂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是你前任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没做亏心事 怕什么误会 我就说你们的生活习惯 怎么会这么像 他怎么会这么了解你 好的前任就应该断绝关系 你们这样子还做朋友 算什么 我跟他认识了十年啊 生命朋友总是同级兵 怎么说决裂就决裂吧 那你跟他过去吧 对不起 是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我发誓 我跟他真的只有友谊 我以后再也不会联系他了 好吗 好啦 我回去归座一班 喂 今天下午四点有时间聊一聊吗 林薇 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这你不用管 我在微博等你 麦子 真是贵心 这么久没见就不想我这个前任 麦子 一样我不跟前任联系 那你现在又算什么呢 哇 喂 你 就他了 不是吧 不是吧 你确定吗 听说他有前科哎 你好 我是新来的护工 其实 我能看到每个人的贪婪指数 一个瘸子吃这么好干嘛 还不如给我了 你被辞退了 小姐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小姐 你选我 有眼光 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现在 走 走了 我下面一会 行 刚好打爆游戏 哎 一米 果然贪婪指数在地的人 也是贪婪的 哎 行啦 我说你们这些有钱呀 真的是心大 这么一大大钱放桌上 也不怕被人偷 好 在小爷 我是正人君子 换做别人 早就给你顺走了 今晚吃啥 牛肋排吧 三分熟 在家等会松露 然后什么东西啊 算了 还是小爷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来来来 试一下 垃圾食品 不甘不敬 吃了没病 你要等什么三分熟松花露的 没这个好吃 好吃吗 一般 要不要来一个 不要 来嘛 干杯 一起跳 一样 一起来嘛 哎 这就对了嘛 怎么样 开心吧 不好玩 晒得我脸都黑了 脸黑 啊 我知道 我这有个面膜 都能理你负责啊 行啊 明天清晴 撞我 记得都跟你这种夸张 同学聚会 嗯 以前那有二号业会了 我不想知道 聚会我不去了 就这样吧 干嘛不去 老是待在房子里人的 要么出病 我才不出门 天天大太阳的 晒死了 啊 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确实不错嘛 所以我把歌 字写成诗句 一笔 我这护股还算寸直吧 一顺说好好复健 肯定可以康复的 我就说你行了吗 兄弟 阿正 麦子到底会不会来呀 急什么 应该是没脸来了吧 毕竟被二号甩了 还缺了腿 王家家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勾搭上这个渣男 麦子怎么会再找你们的路上 发到尊重点 二号哥根本就没有答应过 跟他在一起 别惨着我了 我从来没喜欢过你 您正好 难怪他不来 我要是他 我也没脸出现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麦子 你的腿好了 什么 又想撞回我的 你瞎说什么 瞎说 别缠着我了 我从来没喜欢过你 我今天就是这么跟叫叫做的 乖子 不要分手好不好 都是他死皮了脸缠着我 别刚才的语音只有一半了 我还有聊天记录 要看吗 手机给我 你想干嘛 我要是某些人啊 我就没连过来了 那个脸皮比城墙还好 哎呦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不走呢 麦子 没想到你腿伤在加收量 人也更漂亮了 我是用了霍尔剑发光膜 我推给你们 好啊好啊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可能不会那么快走出这个阴影 我 既然你腿好了 就应该不需要护工了吧 但是 你需要朋友的话 我勉强可以考虑哦 和别别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陈总你好 我是新来的助理 乱着干嘛 还不快去倒茶 紫薇 怎么你的助理 是个女的呀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让她滚就是了 讨厌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女孩子了 你的水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茶开看了 没拿问 乖 说完件衣服吧 哼 你什么安排 我生出去了 吃素了 你该不会对我这个前男友 余情未了吧 没有 没有就好 做我的助理 要二十七小时单位 我没让你走 你就不能走 我不干了 行吧 一天一万 你舍得吗 你不是最爱钱的吗 装什么呢 麦子 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会有钱的 你等我 我凭什么等你 我不想再过苦日子了 懂吗 别这样 分手吧 对 我就是最爱钱 那记得打过钱了 好吧 你一个小跟班 会不会走路啊 我 还不快买杯奶茶 红红红宝贝 行 你的奶茶 太甜了 在哪 太冰了 太热了 算了 不喝了 我们去逛街吧 把我的化妆包拿来 你能不能小心一点啊 都把我鞋弄脏了 明明是你还不快过来帮我擦解 就当独从没有在一起 亲爱的 我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不好 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 算了吧 我付出过什么 好吃吗 你好 你们的龙虾 你帮我拨吧 我海鲜过敏 你知道的 哪有那么矫情啊 还不干净不 很好吃啊 来 你也吃一个 我上个厕所 我只是让你配合我演戏 给他点教训 你为什么做得这么过分 我只是气他之前那样对你 那是我跟他的事 与你无关 为什么他都抛不起你了 你还要帮着他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根本不知你这样做 当年是这样 现在也是 弯子你看 我今天撞了好多 我跟你说啊 晚点我再去跑外卖 然后我们再努力一点 以后一定能住上 一百平的大房子 哎呀 当时我们的房间 刷 为了不拖累他 你偷偷养了这么久的病 复发了怎么办 不要说了 麦子 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再回来 我是新来的朱莉 你该不会对我这个前男友 语情未了 那还不快过来帮我开鞋 我海鲜过敏 还不赶紧不 你为什么做得这么过分 为什么他都抛弃你了 你还要帮着他 为了不拖累他 你偷偷养了这么久的病 复发了怎么办 不要说了 麦子 你醒了 还会不舒服吗 闹闹呢 放心吧 让王一接他回家了 还没死吧 没死的话赶紧收拾一下 晚上跟我见个客户 别太过分 我知道了 待会见的可是重要的客户 你可千万要陪好啊 王总 好久不见 陈总 好久不见 这位是 新来了助理而已 坐下来啊 王总 请你 陈总 客气了 王总 对不起啊 麦子 你怎么回事 还不快自罚三杯 给王总赔个不是 王总 你就大人有大量 别跟小姑娘一般见识了 行吧 喝一个 哈哈哈哈 哎 好酒了呀 来来来再喝一杯 哈哈哈哈 啊 差不多了 不过他死了 再喝一杯 喝不了了 好 继续 再来一杯 王总 你不要为难人家小女生呢 再说了 咱们这段生意 也不能只靠喝酒来看吧 哎呀 王总 今天喝的也差不多了 不然就让我们麦子 送王总回家吧 好 跟我走吧 谁让你自作主张呢 你放开我 怎么了 现在轻一下而已 没事吧 你干什么 合作你不想要了 星辰集团不缺你一个合作伙伴 跟你这种垃圾谈合作 我心恶心 你 我送你回家 喝不了还硬撑 今天回来这么晚 哦 我想喝水 我给你倒 妈妈 弄弄 今天乖不乖呀 弄弄呢 放心吧 让王姨接她回家了 看来五年前你跟我分开之后 你们很着急吗 小朋友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 他今年四岁了 陈总没什么事的话 先回去吧 我们要睡觉了 妈妈 我明明五岁 为什么说我四岁 哦 就来弄弄弄五岁了 是妈妈记错了 对不起啊 我跟子维 马上就要订婚了 哦 只有我跟他联姻 他的公司才能走得更长久 我想你也不希望他因为你 放弃大好前程吧 我跟他早就结束了 那就好 我可不希望到时候会有一些 啊猫啊狗前进肉 出来惹事生非 你能懂吗 妈妈别哭 别生气了 你不是早就知道他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吗 我们结婚吧 主人欢迎回家 呃 要不我还是先走 别误会 他是我叫保姆 哦这样啊 我给主人倒水 现在那个项目可以做了 您的水 谢谢啊 我也这么认为的 不 你这水 啊我错了 主人你不要打我 你这 你听我解释 我 哼 主人你不要烦我 兄弟别忘了太过火啊 我还是先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走啊 我真的来干嘛 哼要你跟我斗 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多少钱我赔你吧 一万八 一万八 我一个毕业生拿那么多钱啊 刚好我就去过保姆 为了比赛你来不来 嗯 我不干了 一万八 陈紫薇你给我等一等 您的水 你 大哥我知道错了 啊 紫薇哥哥 喂喂 你怎么 我自己说密码进来的呀 你什么秘密我不知道 这位是 啊 你好 我是他的保姆 我叫 紫薇哥 我上次让你帮我买的那个手表呢 哦 出了点意外还在路上 手表 好吧 那个保姆 你去断点水帮我洗脚吧 啊 他不负责这个 这么小的事都干不了 紫薇哥 你不会是花钱请了顿大佛在家吧 没事 我现在就去 啊 你想看不住吗 知道我的脚花多少钱包呀 烫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住 我喂 算了 这真的不跟你记着 你回去吧 我要跟紫薇哥过儿事变 昨天伺候个祖宗 今天还得做跑腿 等下陈紫薇给我加钱才行 你是来给陈总送文件的吧 啊 你在这烧锅一会文件我拿给陈总 麦子 你在干嘛 你怎么把机密给对手公司了啊 不是你发信息让我拿的吗 下午两点在这里等着 多谢林小姐帮忙了 我就说他不对劲嘛 他给了你多少钱你要做这种事 你有那么缺钱吗 紫薇哥哥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做也太让人好心了吧 我真的没有 我有证据 你给我发的信息 怎么没了 我 不不不不 赶紧给爸爸买水去 行 紫薇哥哥喝水 我帮你擦一下汗 哇好温柔 好有女人味啊 好女神啊 紫薇她是 哦她是 我是紫薇哥哥的小学妹 哥哥你一定很热吧 我们去休息一下 哎 夏天烦死了 一出汗头发就变犹 我就不会啊 可能是姐姐不经常洗头发 头发又油又塌的 你说谁呢 麦子 能不能像个女人一点啊 好了好了 稍好稍好 快快快 团战了 射手人呢 啊 我不敢 天阿波别玩了 中方神经正在被攻击 哎 你一个射手 只会手水晶有什么用啊 我 别那么凶嘛 她刚玩 你下巴选个补助跟我吧 嗯 我最喜欢玩牙了 洗贝贝贝头上 我最喜欢玩牙 即将贝贝头上 你不是喜欢紫薇五年了吗 竟然被一个绿茶比下去了 不过 你确实得改变一下 太没女人味了 我怎么没用 就你这油头拉里拉他的 哎 算了算了 跟我来 哇 好蓬松的头发 你今天真 没事吧 紫薇哥哥 这道题怎么做呀 先帮我看 以你那智商 怎么教都不会吧 我看你是脚气 传到了嘴巴上吧 讲话那么臭 你 我去装水 我来帮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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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你来 凭我喜欢他 那你证明给我看啊 不信是吧 信了吧 信了信了 弟妹 那咱以后就好好相处吧 弟妹 表姐 真的要这样吗 哎呀 你们两个一个臭直男一个慢慢拍 得磨蹭到什么时候 听我的吧 上 他愿意为你改变啊 肯定游戏 看我最后一招 靠你了姐 好啊 你套路 一万年 谁让你这个小傻子不开窍 和你和新装酒 趁实借 就走 同学 我的传言给你 哦 谢谢啊 没错 只要我问 别人就会乖乖听我话 麦子 那个 新闻系系场 听说可高冷了 从来不理人的 打赌 要的微信给我五十 成交 啊 啊 可以加个微信吗 可以呀 五十 我不是再赌 好啊 追到他的话一千成交 嗯 麦子 这个给你 谢谢啊 紫薇 说你喜欢我 说 我不喜欢你 Winx是零啦 该怎么跟他要微信呢 其实麦子是回避型一恋人格 只要男生喜欢上他 他就会逃避对方 我知道 说你喜欢我 不能说 说了他就会不喜欢我 没什么别的事 我先走了 你输啦 乖乖赚钱吧 知道啦 他有那么讨厌我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什么 没 他可喜欢你了 但是我骗他说 你有回避型一恋人格 所以他就不敢承认了 原来他也喜欢我 我等一下回来收拾你 哎 我怎么能那么说 万一他真的以为我讨厌他怎么办 三个月 我愿喜欢你 红杯杯 情话多说一点 想问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 真的看见 那一眼 咬的